所有的眾生都連在一起 包括我 我為什麼天天跑來跑去 因為我師父說 你要跑遍世界每一個角落 這輩子沒跑完 下輩子要繼續跑 永遠在跑 為什麼 連接關係 就像各位這次來 我們潮州協會 各位在這邊 參加訪會 消災拔渡 我認為很多人 都會來這邊拜拜 拜拜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消災 拔渡 祈願 那你要把你的心 跟潮州協會連在一起 以及來潮州協會的所有人 那潮州協會在這個地方 那你要觀想 它影響了整個社區 巴黎 整個世界 那你只要加入這個功德 所以我昨天有念 來 隨喜潮州會館功德 隨喜華國慈悲協會功德 那你要融入這個功德 你融入這個功德 那一個潮州會館 有很多人來拜拜 這邊有佛像 有地藏菩薩 有觀音菩薩 所以那只要有人在拜佛 只要有人在觀音菩薩 你一拜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就有力量 就像這樣 我一轉他 他就有力量 所以你拜佛 你念佛 你誦經 你在供養佛 你在繞佛塔 那他就會有力量 他這個力量就一直出血 一直出血 所以各位 你在家裡拜佛 不是為自己拜 你在拜佛就發光 就像你在壓那個空氣一樣 氣球就會一直起來 你一直拜佛 繞佛 念經 誦經 慈奏 你又在思維佛法 然後他就在放光 念一下 佛光普照 普度眾生 也就是說你在點火一樣 這個人沒學佛 因為他被世間污染 風很大 那我們就一直給他點火 至少風比較小的時候 火就點燃了 他就開悟了 所謂點燃了就是他有智慧了 有了光拿著手電筒 他就不會跌倒了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世間每個人都是在苦的狀態 生命的本質就是個痛苦 為什麼痛苦 因為變化無常 這個世間沒有永恆不變不動的 你放一滴水在那邊 它就慢慢在蒸發 你點個燈在那邊 它就慢慢在燒 最後熄滅 你放個麵包 蘋果在這邊 它就慢慢在變化 最後它就會爛掉 這個世間沒有那個不動的 這一點記住 但是每個人都在要求不要動 抓住老公的手 你要永遠愛我 不可能 但是人都求這個計劃 醫生這次幫我吃藥 永遠不要讓我發病 不可能 這個世界沒有這種事 這個叫什麼來 你也叫我執 對 你有一個執著 這個我就是我的想法 我要永遠這樣 我永遠不要生病 我永遠不要死 不可能 這個世界只有佛性是永恆的 念一下 是諸法空向 不生不滅 不夠不盡 不增不減 如果你找到這個空性 那你就不生不滅了 沒有骯髒也沒有乾淨了 沒有增加也沒減少了 那你只要找到這個點 這個叫開悟了 那你不是找到永恆的生命了嗎 永恆的慈悲啊 但是如果你把生命的快樂 定在成功 那你必定要面對失敗 你把生命的定義 定義在有家人愛 愛在一起 那勢必最後分開 就像有一次人家拿一張老和尚 拿一張相片給老和尚 老和尚說 這個先死 死完換這個 老和尚你講這種話 我講真相啊 沒有一個不死的 這是真相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這講話比較直 但是提早讓我們了解 這就是生命的本質 所以我們要歸三寶 我們要趕快來修行 我看今天上面寫的 上午是三歸五戒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生命 整個方向歸佛法身三寶 我們要來修行 修行就是慈戒 至少不會墮落地獄軌道出身道 不失還可以讓我們得到富貴等等 進一步追求智慧 所以 當願來 當願所有眾生 歸一三寶 受辭戒律 那這個思想你永遠要記住 你不能說我是三寶弟子 跟你沒關係 不行 你坐在車上 你在街上 你在百貨公司 你都要念這個 當願眾生 你要心裡一直想著 願他們的歸三寶 念一下 奧普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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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奧很短 奧普喊就是讓他們歸三寶 讓他們進入淨土 也叫歸一奧 叫淨土奧 淨土變奧 什麼叫變 這個世間是很痛苦的世間 但是如果大家歸一三寶 會修行 他就進入淨土 所以這個黑暗的世界 馬上變淨土 叫奧普喊 貪嗔痴煩惱輪迴的心 馬上變成佛的心 奧普喊 這個叫歸一三寶 所以 那這個奧就會有力量 所以你只要看到 眾生就會唸奧普喊 像我都是這樣 你唸一下 奧普喊 奧阿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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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阿奈奧 因為這個奧是有意思的 就是說 奧普喊就是他歸三寶 奧阿奉他得到我 身口義所做的功德 也得到了諸佛菩薩 身口義修行的功德 叫奧阿奉 那既然得到了奧阿奈奧 他就脫離六奧 不道輪迴 發菩提心 往生淨土 那我想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修行方法 南無阿彌陀佛 希望這個人 他整個生命 南無就是歸命 進入奧阿彌陀佛的心 將來進入极樂世界 將來成就奧阿彌陀佛的功德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都可以 南無就是奧阿奉 就是不清淨的 進入清淨的 從本來從黑暗變入光明 叫歸命 本來把生命的快樂 定立在變化無常的痛苦 現在把生命的意義 歸一了阿彌陀佛 歸一了三寶 叫南無 和學習釋迦摩尼佛這種卑制圓滿的覺悟的狀態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所以整個大乘佛教就叫我們阿彌陀佛 見到人叫阿彌陀佛 時時刻刻都阿彌陀佛進入极樂世界 脫離輪迴 變阿彌陀佛的功德可以幫助眾生 自己成就阿彌陀佛 也希望大家都成就阿彌陀佛 那這個思想 特別各位住在繁榮的地方非常好 因為修菩薩道你不能住在沒人的地方 你會孤僻變怪 怪弄住 怪怪的人 因為你沒有面對眾生 修菩薩道他就要讓我們在 越複雜越輪迴的地方 讓我們看到這個事先的苦 逼迫性 逼迫 佛陀為什麼會出家 佛陀的家族是加比羅為國 加比羅為國是印度十六個國裡面 算最有福報的 所以他們很驕傲 叫太陽的子孫 他們不跟別人結婚的 他們就是太陽族跟太陽族表兄表妹 就這樣一直結婚 不能讓別人參進來的 他們很驕傲 但是他們雖然很驕傲 但是他們是一個小國家 旁邊都是大國家 隨時想要併吞他們 所以那個時候 希達多太子佛陀的 在家的時候 雖然他要做皇帝了 而且聽說他有能力管理整個印度的十六個大國 但是對他來講 很逼迫的 所以 而且印度的很多老百姓很窮的 他看到這些 他覺得世間這些 讓我做皇帝又怎麼樣 他是全全國家裡面最帥最有福報的 那還是要生老病死 那各位一定要去思維 念一下苦的逼迫性 死亡隨時會來 無常隨時會來 等一下各位走出去你要想 我可能就撞死了 你兒子開車出去不回來了 你要有這個想法 你才會打破你的這種執著 那你才會有危機意識 這個叫思維無常 所以世間的一切不能依靠 如果一個女孩子 她認為我找到一個好的老公 然後我這輩子幸福了 那是演電影沒有這個事情 電影是騙人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思想設定在這邊 你會很痛苦 所以我這樣說 我希望各位 你一定要跟你的家人好一點 跟他講話 吃飯 一直跟他影響這個 你煮好飯給他吃 你錢給他 你兒子就比較跟你親近一點 然後你就要一直跟他說這些 就像我現在坐在這邊 我一直念念念念 從昨天念到今天 就是在講這些 變化無常苦 各位最好等一下排隊裡頭出家 一心念佛放下 沒什麼好交代的 放下 台灣話說 逃替體也OK了 不然的話你要交代 交代不完 當然佛教裡面講的 出家並不是一定是體統 心裡要出家 所以回去你跟你愛人說 請你把我從你心裡面出家吧 那他就自由了 所以回去你跟你老公說 我已經在我內心裡面讓你出家了 不在我裡面 你自由了 我更自由了 但是現在你把一個東西 把一個愛 把一個兒子女兒放在這邊 很痛 因為就算你要斷氣了 還在想著他 下輩子當然 現在你是他媽媽 下輩子一定是做他太太 做他孫子 因為你會抓著他 如果你墮落做畜生道 你就是那隻小狗 又回家來了 就一直一直這樣 因為一直想要抓住他 所以我想 我這所以講這邊是因為 我們要超渡眾生 要怎麼超渡 你要講 先超渡自己 好不好 你不超渡自己 你叫他去極樂世界 你阿公說你不去 你叫我去 因為你心裡在那種狀態 你沒辦法幫他 幫自己也幫不了他 至少我們在幫他念的時候 我們是想著極樂世界 我們是真心的想要發願 往生極樂世界 你的心就會讓他感受到 極樂世界的快樂 放下世間的這種快樂 所以一個人快往生了 他不能斷氣 那我們當然去給他做很多功德 目的地希望他放下 為什麼這些功德讓你升天 還是極樂世界 比現在快樂多了 自在多了 那各位每天都要念念佛 為什麼 讓自己心裡很快樂 讓你心裡很自在 然後世間的東西是個責任 那這個責任我盡力 在緣起 在因緣所生法的條件 你現在是扮演先生 扮演太太 扮演阿公 扮演兒女 扮演董事長 扮演什麼 那你把這個東西 這個當作一個修行的助緣 不管像我現在是扮演出家人 所以那我的最大的任務 那就是修行佛法 傳播佛法 因為我扮演出家人 所以不管你扮演什麼 你扮演這個醫生 那你就好好把醫人 病人醫好 醫他的心還不夠 醫他的身體還不夠 還要醫他的心 就像有一次我去紐約 牙齒痛 那個醫生 食物會痛喔 會痛喔 趕快念阿彌陀佛 完蛋了 我說醫生 你念佛就不會痛 他說沒有 還是很痛 他說我就是要讓你痛你才會念佛 天阿 他真的把我弄得很痛 那個醫生有一點執著 我就是要讓你痛你才會念佛 天阿 下回不敢去了 後來我就去荷蘭 我去荷蘭 荷蘭多溫柔 沒有問題 不用拔 就把我弄好了 我說那醫生是虐待狂 雖然念佛是對的 他還可以講在面前 還有一個按摩師 師父 我按你會痛 你要叫出來喔 不要憋喔 叫大聲一點沒關係喔 真的也是虐待狂 你最好念佛 啊 念不出來了 這個就有一點過分一點了 雖然念佛很好 但不是這個方法